嗨 大家好 又是我星星 今天晚上 跟大家分享一個 冬菇 燜雞 菜式 燜雞 有什麼材料呢 有些 冬菇 甜劑頭 薑 蔥頭 買了一棵糖芹 切斷 芫荽 和蔥 裝飾 燜雞 先煎雞 在未煎雞之前 每天都有湯介紹 三十二米 冬瓜 金筍 豬錢 雞 買了一隻雞 半隻 用來煮湯 放些脂酸 另外半隻 用來炆 炆 燒熱了一隻鍋 加少許 一隻雞 先炆 先炆雞 在鑊邊 慢慢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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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炆 不斷煮油 油 先炆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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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些底味 薑 葱 酒 豉油 糖 不要浸泡 煎一下 煮食材料 煮食材料 有基本功 鸡蛋是这样的,不要动它,让它尖封一下面,锁住肉汁 炆的也是一样的,鸡蛋是一些很简单的鸡蛋 鸡蛋是一般的清鲜鸡蛋 鸡蛋也说了,鸡蛋是哪好吃的 现在也不容易买到新鲜鸡 看看如何煮 煎一煎,煎香 煎了很多油会烧出来 锁住肉汁后,可以加入芫茜头 冬菇 葱头 然后姜片 再炒一炒 炒一炒 炒,炒一炒 炒炒到西红豆 炒香酒 放点玫瑰露 放入水 鸡有点底味,放入少许糖,大约半茶匙 放入少许色,老抽 生抽 放入少许鸡肉,放入少许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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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少许鸡肉 冰鲜鸡 有冰鲜味 所以冰鲜鸡 解凍后 用盐水浸浸 让它藏起冰鲜的冰鲜味 迫出冰鲜鸡 再洗 冰鲜鸡 冰鲜鸡 为什么没有新鲜鸡 因为经过低温冷床 鸡的纤维 会松软 解凍的步骤 会有些鲜味 不能否认 新鲜鸡 不需要多说 买的新鲜鸡 200多元 洗净 浸浸浸浸浸浸 越简单 越来越好吃 新鲜鸡 最好 加上手冲姜 新鲜白切鸡 新鲜白切鸡 鸡 红鸡 红鸡 差不多熟 或者入味 可以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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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可以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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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鸡肉,加入鸡肉 再煮一煮 煮一煮,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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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放入鸡肉,再放入鸡肉 再放入鸡肉,这道菜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